阿里路亚 阿旧属灵魂 阿里路亚亿释迦 阿里路亚亿释迦 阿里路亿释迦 阿里路亚亿释迦 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市区中北部 在1792北大街的路边 悬挂着一幅醒目的中文标识 这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中文标识 教会里聚集着一群靠着神的恩典 神的爱与信实组成的华人群体 因着共同的感召 从20年前仅有的四个家庭 在不断归正的漫漫长路上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1999年12月 四个没有富裕财力 没有任何中派支持的年轻基督家庭 在神的感召下 靠着坚强的信心 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教会创建 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福杯满意 回想起一路走来的历程 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大概是在94年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李红军因为孩子的需要 在聚会之前跑到Publics去买牛奶 没有想到车子坏在Publics停车场 但是聚会在即怎么办呢 聚会比较重要 所以他就把车子丢在Publics停车场 到了星期天的晚上才有时间 夜深人静的时刻 他们才有时间去拿车 在出发之前 李红军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现在要去拿车了 万一没有回来的话 三个年幼的孩子就要交给我们照顾了 在以后的日子 我很希望能够和他们多同工做神的工作 我跟红军他们这个家庭 最主要是 是意象 是有一个共同的意象 驱使我们让我们就走在一块 事实上我们的背景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但是上帝要用人的时候 他会把他要用的人就聚在一块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从90年代开始 我们在奥兰多地区看到很多 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那我们他们大部分都从来没听过福音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那在1999的时候 这个英强弟兄跟红军弟兄 他们有这个意象 那是红军在他们家 召集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就去参加 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 我们就决定说 要大家一起出来做这件事 当时我们在筹备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和安简呢 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同工 我们一起在带这个福音班 插经班 那安简就表现出了 对福音的一个极大的热情 我们想呢 我们筹建教会的这个目的 也就是为了在这地方能够兴旺福音 因为所有人 大家来的都对他有这种特别的亲和力 我们就说 就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说得安解之得天下 那么当我们要准备 在离开这个教会去办自己一个愿意 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呢 那总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割舍不得 那我们就想能够哪些 让我们真是割舍不掉的 一些弟兄姐妹 这案件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真是割舍不得 我们真是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同 来参与这样的事故 那我们这个家庭 四个家庭开始的时候呢 那刚好就是因为 这个奥兰多的有一个 这个Reform的这个神学院 那这个神学院 事实上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改革中神学院 一个在奥兰多自己第一个campus 所以自然我们的资源在这里的话 我们后来所有的神学信仰啊什么 都是跟了这个这个学系在走 我的神学观念的慢慢的改变啊 是因为婉林姐妹 那她是因为怎么讲 她先生工作的关系搬到这里来 然后她当时啊 她是说她要跟主求一个祷告的姊妹 慢慢的她就介绍我 开始看唐牧师的书籍 那我我个人觉得说 我是在这样的 读他们的书里面 然后慢慢就是修正 我原来在原教会里面 对一些认识神的一些看法 是后来大家开始同工以后慢慢 大家慢慢因为受训的关系 或者是去上神学院 或上神学课的关系 大家渐渐趋于一致 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提到两个人 那一个是叫庄婉林姐妹 她也是从外边来的 她在她来到这里以前呢 她接触过改革宗神学 是她首先把改革宗神学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传递给了我们 那另外一个人呢 叫波隆 她也是从外边来的一个弟兄 她在这待的时间很短 然后就去其他地方了 在她走以前呢 她来找到我 她把她所了解的这个改革宗神学的情况 跟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这里边有我们的一个神学生 就是孟天 她是在RTS读神学的 那她就带领我们去学习一本 通过一本书 我们在这个改革宗神学的这个信仰上呢 就达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一致 我们主日崇拜刚来的时候 是在最左边那间教室 后来就借了他们的篮球场 就是现在他们叫做Gym 远处那个大的Building 是Darney Memorial Church的祖堂 那我们只有在有兄弟姐妹受洗的时候 跟他们联合敬拜在里面 或者是说有婚礼的时候 借他们的教堂举办婚礼 在祖堂的旁边是幼儿照顾跟儿童主日学的教室 然后再过来是成人主日学的教室 2000年9月 这个没有教堂的教会就是在这里 靠结局其他教会的一个角落 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崇拜 20年后再挥手 那不觉得赞美之声 人在耳边 我跟英强我们两个是负责开门关门的 总是第一个道 把门开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场地 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可以聚会 在整个打扫的过程当中 不晓得打死了多少蟑螂 我们当时只是租了一个体育馆 所以聚会一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是当时用的一个 这个教会的牌子 这个牌子一挂出来 就是教会了 我们就开始聚会了 教会开始的时候总是闭路蓝旅的 但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这是回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借了别人的教室 或者是篮球场来敬拜 那不管是教室或者是篮球场 都没有事先排好的桌椅 所以我们都要提早去 把这个桌椅还有音响设置好 所以那个时候是孟宇是在UF读书 然后林仲科那个时候是初中 所以我们一大早就他就跟我们来 然后就帮我们就把那个椅子都排好 那我也想说这很奇妙 我是没有想到说他跟我们这样一个同工 最后会成为他自己的一个榜样 因为后来他就是到美国教会去聚会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去那边帮忙塞到所有东西 虽然是没有教堂也没有牧师 但是教会的活动就搞得有声有色 2001年12月 陈彪进来以后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凝聚有极具的热情的生命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开始谈 我们两个从下午又一直谈到了深夜 我们都一直在这谈 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改革的东西也有一定的了解 而陈彪牧师他已经修了很多的课 他对了解的比较深 所以我们就谈得非常非常的投机 我是到RTS来修一个远距的课程 然后透过网上认识李红军 做他们家当然就是不光是免费 而认识一个弟兄就很精彩 结果呢又赶上这个团契的第一次的公众敬拜 那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 我记得当时的情形是 音墙长老长道 然后罗裕带那个中国新的那首歌 然后第一次就开始呼召人说 这个教会的产生跟宣教有关 所以我印象很深 第一次大概有30多位参加 然后包括卧床的安姐的母亲 由他的父亲推进来 那还有其他的以前都离开我们 包括以后做了宣教室的孟天牧师 所以那次给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印象 从他们家里住下来 然后星期五参加团契 然后到星期天 来参加这个主日的第一次崇拜 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诞生日 他们来已经决定过来 然后要来买房子 那是头一次见师母 我一看师母 哇 这是咱们师母 不是说像我想象的那么师母 都是光彩的夺目那样子的 但是我感觉到师母非常的谦虚 谦卑的样子 那样子 作为师母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是她的牧师的妻子 我就被好像被抬到了一个位置上面 别人是在尊重你 但是你是没有教会指负的权柄的 我当时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也分享了这句 就是我愿意效法基督 然后我也预备你们来效法我 当时我们不是教会的长老 我们都被案例的是指示 那么当时我们成立教会的目的就是 这是一个神的教会 不是我们自己的成立自己的一个作坊 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砸火铺等等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既然是神的教会 那自然我们就说要有合格的神的仆人 来带领这样一个教会 在这里读书的这几年 其实跟弟兄姐妹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的连接 使命的连接 也有一些矛盾 所以当我们决定去哪里 神呼召我们去哪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挣扎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教会刚刚诞生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来带这个教会 那我就在RTS有一个教授 他自己就开始邀请我参加一些职堂的培训 然后之后我说你愿意做我的mentor吗 导师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当时他就答应了 这实际上对我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 或者一个certainty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长期的过程 我们差不多就在那半年中间 持续的为这个事情 每个礼拜有这个family time 那么陈彪牧师在我们决定聘用他做我们牧师以前 我们已经在一起有过 应该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 在一起彼此的同工 我们对他的人品 对他在神学上面的一些造诣 以及对福音的火热 我们都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可以说知根知底 那么我们觉得把教会交给这样一个有恩赐有呼召 而且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来带领 我们非常非常的放心 随着教会的成长和事工的需要 长期借居在外的福音教会 急切的需要一个自己的家 在教会成立后的第六年 一个好消息传来了 Northland教会的小教堂正在出售 历经几个月的波折 2007年4月 教会终于以95万的价格 买下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小教堂 回首往时 购堂经历的点点滴滴 仍然让你难以忘怀 2007年的时候 我们寄出的奉献收据 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很多的奉献 都是从各个地方来 有的是我们认识的 有的是我们不认识的 有些是我们 离开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 有些是我们寄出代祷信 他们有回应 有各种各样的机构 各人各种各样的奉献 神做事的方式真是非常奇妙 知道有一对年轻的学生 他们在我们这里学习毕业 他们结合以后 结婚以后 离开我们这里去新的工作的地方 但他们离开以后 一直在为我们教会固定的奉献 一直到现在 每周都有固定的奉献 还有一位 迈阿密的老姊妹 也在固定的为我们教会奉献 特别在整个建堂的过程中 一直到我们还清了所有的贷款 我也知道有几位老姊妹 他们用他们的退休金遗产 为我们教会建堂做了很大的奉献 我们最后筹到了七十几万 再加上三十几万的贷款 所以我们完成了整个的购堂 将近百万的这个购堂的这个 这个抽款 在这中间我真是学到了 就是说我们要信靠神 依靠神 2007年的7月 教会正式的迁入了自己的教堂 那个挂在邮局里充当联络地址的邮箱 正式关闭 它象征着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流浪历史的结束 这个号码却作为一个历史符号 被永远的载入了教会的实测 在福音教会的团企厅里 挂着这么一幅牌匾 它用简单明了的方式 表达了教会在神的带领下建立的异象理念 作为福音教会的第一任务师 陈彪牧师在承接这个托付后 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定义了新的主角 透过可见的基督的身体 教会来彰显不可见的上帝和他的国度的荣耀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008年到2009年间 陈彪李红军吴英强 分别通过了美洲长老会 长老资格考核 成为教导长老和智力章 奥文多华人福音教会加入了美洲长老会 这象征着教会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 以古典音乐与现代诗歌的敬拜 全面均衡的解经讲道 为教会崇拜主体定位 2004年至今 教会开始了圣经书卷神学课程 应用实践三个方面的主日学课程 从教义行为情感建造门徒 精心培养一大批新的知识 小组团契 学生团契 青年团契 儿童事工 姐妹会等 建成了一个新的教会组织结构 多年来 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在实践中 在神的带领下 透过建立教会构架 侍奉理念策略 蒙文途径等 逐渐达成了意向与自我更新 因此 杰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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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